狄庚斯名著《小七财神》 第一章 史克鲁奇 史克鲁奇的商业伙伴玛丽过世了,留下史克鲁奇孤单一人,对世人的看法默不关心 史克鲁奇是个臭名昭著的守财奴,从不花钱也不施舍金钱 他甚至斥责他的侄子庆祝圣诞节 尽管史克鲁奇很富有,但他拒绝捐款给穷人 他甚至建议将他们送到监狱或祭贫院 节日并不能浇西圣诞节的气氛,一个男孩的颂歌引起了史克鲁奇的愤怒 史克鲁奇的职员鲍伯克拉奇特在寒冷中辛苦工作,无力承受更多的照明 但史克鲁奇仍然孤身一人,对这个节日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蔑视 第二章,玛丽的鬼魂 史克鲁奇回到他黑暗,寂静的房间,迎接他的是玛丽幽灵般的形象 玛丽的出现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警告 玛丽幽灵般的形象被他熟悉的眼镜和一条挂满钱箱,要是和账本的沉重链条所矿主 他解释说,由于他一生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他注定要在地球上流浪 玛丽警告史克鲁奇,三个精灵即将造访他,并敦促他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些灵魂将引导史克鲁奇踏上救赎之旅 讯息传达完后,玛丽消失在夜色中 而史克鲁奇则回到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思考着这次超凡脱俗的降临 第三章,第一个幽灵 过去的圣诞精灵将史克鲁奇带回了他的童年 我们看到了他善良的姐妹方妮,他也是史克鲁奇侄子的母亲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史克鲁奇的前雇主,费兹威先生 史克鲁奇意识到圣诞节的欢乐和慷慨会带来真正的幸福 然后,幽灵向史克鲁奇展示了他对贝尔的求爱 我们看到史克鲁奇对金钱的热爱如何导致了他们关系的悲剧结局 最后,我们看到贝拉成为了一位新满意族的妻子和母亲 史克鲁奇留下了深深的渴望与遗憾 史克鲁奇对这些回忆感到沮丧 并恳求鬼魂把他带回自己的房间 他反思了过去的场景,失去的爱以及金钱在他生活中的作用 第四章,第二个幽灵 史克鲁奇遇到了现在的圣诞节精灵 幽灵将史克鲁奇带到了一个充满节日光彩的房间 节日期间的欢乐气氛和温暖给史克鲁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他们拜访了简陋的克拉奇特一家 尽管家境简陋,他们却共同度过了温馨的圣诞节 史克鲁奇观察到了这个家庭深深的爱和小提姆不稳定的健康状况 这是一个感人的场景,凸显了家庭和爱的重要性 然后,幽灵带着史克鲁奇去参加他侄子弗雷德的圣诞派对 他们开怀大笑,甚至嘲笑史克鲁奇 尽管弗雷德知道他的伯伯很痛苦,但他仍然每年祝他圣诞快乐 第五章,最后一个幽灵 未来的圣诞节精灵将史克鲁奇带到了未来的各个场景 他看到商人冷酷无情地讨论一个无名男子的死亡 史克鲁奇目睹了人们生活在肮脏和犯罪活动中 在一家肮脏的商店里,人们正在出售从死者身上偷来的脏物 幽灵向史克鲁奇展示了一间阴暗的房间 里面有一张朴素的床,床上铺着薄薄的床单 里面躺着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 这令人心酸的场景让人体认到该男子孤独死亡的悲剧 史克鲁奇被带到鲍博、克拉奇特的家 克拉奇一家对失去心爱的小提姆表示哀悼 他们的悲伤是有形的 最后,精灵将史克鲁奇引向他自己的坟墓 当他在墓碑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 他感到非常震惊 第六章,圣诞快乐,史克鲁奇先生 史克鲁奇充满了新的希望和圣诞节的精神 热切地拥抱圣诞节的精神 并弥补了他之前的脾气 他向慈善机构慷慨解囊 并邀请他们第二天来拜访他 史克鲁奇参加了侄子的圣诞节庆祝活动 他受到了张开双臂的欢迎 享受了一顿愉快的晚餐 还一起玩了游戏 他变得更加开朗,经常笑 第二天,史克鲁奇在他的办公室宣布给鲍伯克拉奇特加薪 并向他的家人提供帮助 他做得更多,拯救了小弟母的生命 并养活了克拉奇特一家 史克鲁奇的转变提醒我们 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永远不会太晚 主持人 praying 以及家人通ata 葬เง血 我们将年永远Р 祝 Deus 婦